香港第五波疫情嚴峻 確診者激增 共立醫院急症室爆滿 有醫院在院內空地設置臨時隔離區 名外醫院急症室門口圍住的都是隔離區 在對面馬路都有一個 離門口五十米左右 在這裡等的多數都是老人家 亦有少數年輕人和小朋友 現場目測有大約三四十個帳篷 入得帳篷的都算得上是幸運2 起碼都叫有啞傘頭 而露天床位就有三十張左右 但更多的只可以坐在一張硬斑斑的膠椅 和在場守候的十幾位醫護人員 一同承受航風冷雨 深水埗今日最低氣溫十五點一度 很多人蓋著被子、毛尖或羽絨保暖 天文台預計接下來幾天氣溫還會繼續下降 而且未來一個星期亦有較大機會下雨 若就醫情況仍然無法得到改善 戶外後診者特別是長者 幼同可能會出現低溫症、室溫等 需要特別留意 面對醫療資源緊張 沒有病徵或輕症患者 留在家裡或前往確診者指定診所 將急診室留給危急病人 讓他們得到及時收治或更好的選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